MING PAO Tometry Hello 歡迎大家回來有Feel人有Feel誰 Hello 我是哈比 旁邊的這個Johnny你好 是Johnny 是有今集的嘉賓主持 這位男士是司徒醫生 上一節說了給我們聽 怎樣叫什麼急症中心 是一個很宏大 幫到很多香港人出去外國外面旅遊 如果遇上了創傷都可以很安全回香港去醫治 還有一個我知道司徒醫生也是很在行的 我很順利聽的 Johnny也很想知道是什麼 就是午餐式醫療旅遊 為什麼我們這麼想而知 午餐式一個午餐 可以做到什麼呢 你猜 我不知道 不如你告訴我們觀眾 午餐式旅遊醫療是可以做到什麼 我知道關於命有關你都可以 這個也是 荷里活的明星搞出來的 嬌蜜 有趣的東西 因為每個人都說自己忙 是啊 以前做一個醫學美容 或者做一個整塊臉弄 或者減肥抽脂 會死人 第一 第二 至少七天十四天 第一 第一 第三 那個大了一個架體 例如一個架鼻架合下 跟著一輩子 是啊 那科技又進步了 正如以前開蠻腸 那條包人那麼長的 現在開蠻腸一顆洞 是啊 增加了很多 對於我們醫學美容 十幾年的發展很快 嗯 快到呢 醫生跟你解釋完的風險 嗯 給了一個計劃給你 嗯 那麼一小時之內 連麻醉啊 連打針啊 激光啊 或者一些高能量的光學治療呢 嗯 可以一小時做完 嗯 一小時回到你自己的家 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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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 是啊 真的很快啊 那醫學美容 和我們一般去Britus Salon 去一些美容店 是完全不同的經驗來的 一些清潔啊 深層啊 表面啊 其實是個人補藥 嗯 效力有限的 嗯 那醫學美容呢 就是拿一些正確 有效 安全的方法呢 改變你的容貌 嗯 我們常見就是 譬如正皮膚激光那些 嗯 有些油膠 有些油膠 嗯 那些不用 可以放個中角料 那有些呢 用一些能源 例如 射噴啊 超聲波高聚焦啊 那些用一半小時做的 嗯 長一點 打一些肉毒降菌 減皺紋啊 或者打一些叫做透明質酸 你整起鼻啊 增加過肌啊 拿走苦紋啊 弄好下巴 這些真是一小時內 包麻醉 包手術 包藥物 這樣就可以回家了 嗯 那對於繁忙的人呢 是很有幫助的 因為我們已經發現 那個一般女士自己做 或者男士自己做的 美容是有限的效果 嗯 嗯 你要弄走這條文 我們 嗯 我們 轉大月刊都會 找我們 找我們 那些東西 原來是假裝的 嗯 因為很久才見效 對嗎 只要會放衰老 只要加個DNA 就好像說得我 其實就 效果有限 那真是 用一些有效 而醫療界認同的方法呢 是一個安全 嗯 這個不單止 服務我們中港的病人 我們中環的OL 或者其他 想改變自己形象的人 都會來的 嗯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別一點 以前就說 貪靈都是自己選擇 還有病 那個樣子不是病來的嘛 是啊 但我們都很多個案呢 做完之後 真的醫了病人的自信心 嗯 他很多 例如說 常見那些 年輕人、年輕女 暗瘡嫁 凹凸凸 吃飯 就是會認為他自卑 不敢見人的 那麼我們也有些 數據就是 啊 當你有兩個 美國那樣 有兩個適應 一個就是投資去讀書 嗯 一個投資做一個醫學美容 嗯 我們計算他幾個月之後 那個貼士找多少 嗯 原來發現 原來你的人漂亮了 對稱了 嗯 修補你的缺陷 你的信心啊 工作啊 原來真的可以培養 人和人之間的印象 是的 所以 醫學美容 我再說一遍 其實真的是一個 有些病的病人 醫治好他 而他很開心 就不是真的為了 貪靚而靚 靚上還要靚 嗯 嗯 是呀 我都認同我的妝容 對嗎 如果有些年輕少年 那些人暗瘡多 那些人不認識的朋友 又會恥笑他 他又不敢跟別人交往 那這些是真的自己自信 有時候不是為了漂亮的 其實不是為了漂亮 那些女生 是嗎 現在嗎 是啊 因為他 因為他 他太多選擇 還有他很有自己選擇 項目 就自己做的 男生就真的 當你是醫生 哦 例如說 不割動 要做這隻激乾皮皮才行 嗯 例如說 你真的有個暗瘡 凹了進去 要打回透明質酸 你的鼻 沒有了山根 要把它拼出來 對稱了 臉 臉 臉 有立體 身體檢查 減肥 全部都做的 男生是否都是 我不知道 我認識很多朋友 都是多 暗瘡 或者叫做 不是那麼皮膚八幅 是否這些案例多 還是 你接觸什麼案例 八成都是搞臉 兩成是搞個身 就不簡單 搞臉 意思就是說 除印 除疤 對稱 令你三庭 五眼 比較標準 而目標 都不是貪靈的 真的 你那個儀容 未達到一個標準 而你想建立你的社會關係 人際關係 做事方面 對 而一群人 也有大約五百分 難道不想帶有少少精神病 是嗎 不過呢 我們叫情緒病 我們呢 我們這個中心也會 都會醫治 真的 很好啊 因為呢 很多人以為 性格不好 嘴吊吊 整天支柱臉 臉的瘡 也覺得不做 其實就是一些情緒病 嗯 情緒病最新的治療 是一半用藥物 一半用精神治療 是 那你只搞定一個手術 或者激光 其實只是 醫療5%左右 還有95%都要繼續在情緒治療 司徒醫生是否有醫人的外表 有醫人的內心 挺好玩的 是嗎 我們醫療界永遠都說 一個健康的人 不只有你舊 驅學是健康的 靈魂也是健康的 靈魂最重要 靈魂健康最重要 很重要 如果以一個皮膚暗瘡的病 暗瘡有英文名叫 Adenivogaris 是一個病 不是你不清潔 骯髒的 原來每一個人的皮膚質素 不同的人特別容易有暗瘡 特別有油脂分泌旺盛 而你去找草本或其他治療 是失敗的 西醫的醫學美容 教暗瘡的藥膿、藥膏、激肛 是有效的 嗯 咦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師徒醫生 除了幫人做美麵 可以幫我做美麵 很厲害 但我知道 講到這裡 其實師徒醫生 不僅是醫生、醫外表 其實他做了很多 我們只為人知的社會服務 由Johnny你介紹一下 其實我自己接觸師徒醫生 也有一段時間 而他也是很有心服務 你知道我本身 我自己對這個青少年服務 也很關注 我首先要這麼說 又回到你所問的 我也知道你本身有 若干的年輕人和你一起做事 我想看現在的年輕人 在你做事、做事方面 對專業性 我想看現在 有什麼感覺 或者有什麼看法 很深入 這個問題 當然 已經不是他的職業界別 對 因為他很厲害 我也相信 他可以分享一下 對 是的 從你的角度去 怎麼看呢 我覺得特別一點 我們在醫療行業 我是一個醫生 我對我的員工 我當他們是病人 因為原來 我進來都有一些情緒病 我專門收情緒病的病人 做我的員工 都是社會普遍現象 就是一些比較年輕的90年後 遲到早退 沒有責任感 是的 真的沒有話說 幾件事 你反映在我們健康服務員 或者我們叫做醫療大使身上 讀過血壓又不准 讀過血糖又不准 病人不能走得 又不會推輪椅 推輪椅掉了病人落地 其他的消毒 不跟程序 手術又跟錯 拍藥又派錯 是常見的 這個其實 例如做快餐 做賣時裝 都是出這些 符符符符的 是 有醫無女 其實呢 我們醫療中心 是挺有趣的 我們都想 年輕人 在 即是賺錢 接下來的五年 很多行業 變成了網上 賺不到飯吃 賺不到錢吃 但是醫療服務 接下來的五年 就要很多很多人才進來 是很需求的 搞護腦院 這個特別需要 搞我們的醫療中心 診所 醫院 這些全部都是以人為本 年輕人 來到了 他們以前很多流雜 以前很多流雜 那就是肌養 遲到早退 沒有責任 交病人給他 我哪有膽子交給他 通常就是這樣的 一次就轉身體 找病人交給他 護士A 這個病人 我們診斷了他 有肺炎 和我服院入診 吊水 吊車 麻煩 不是他死在這裡了 嚇到他 鼻孔都沒有了 當然了 我也害怕 因為你一定要給他一個責任 要由他的根 由他的靈魂改變 你跟著那個十幾頁的 那個 概念 SOP 這些檢查 list 他才會跟著 如果你即使 找個天才寫了我們 如果一個病人入院 要做1,2,3,4,5 如果病人有肺炎 要做1,2,3,4,5 以現在比較 沒有責任心的青年 就出錯 一定有了 而出錯 我們就不跟其他人 你出錯了 寄不到那個報告給別人 但我們出錯了 那個病人 就是在你手上 死在途中 所以我們永遠都是 以一個病人的命 告訴我們的員工 努力 做得不好 死人的 這個很重要 他真的說沒有錯 做得不好 真是死人的 真的有什麼出錯 而且我知道 製造生不只是 由 staff 有 staff 去醫療中心部 也有些年輕一點的醫生 我也知道你是做很多 配方 你有什麼 對現在 新進的醫生 一些提示 或者 你看到 和你那時候的 有什麼不同 有什麼不同 你又要醫頭 又要醫腦 即是你算是收爛腳 我們手術是有沙家的 但其實大部分人 頭腦問題 也有身體問題 現在的年輕醫生 太多專科訓練了 你只做了左腳的手術 給其他 什麼都不管了 他自己專科 他不理會你不懂 又不懂 又不懂 又不理會 好 好 只有一件事 就告訴你 只要你一天 背著醫生的工作 要72小時 要對病人有責任 是的 也都 應該要做一個 全科醫生之餘 你有一個專長 即是 你繼續做你的專科 但你自己 對整個病人的 深入了解 其他的問題 就會放在心裡 你自然就會看他 你自然就會 找出路 專家給其他行家 專家來幫忙 所以呢 現在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 專科太專精了 真正醫生正常的 體病的能力 正常 一個全能的治療 哇 沒有了 嗯 就是做那樣就做那樣 其他不太關注自己的東西 就不是你 是嗎 是的 但是我們關注兩件事 病的心 和病的身 身心靈 身心靈 都要包起來 其實我自己看 就是 司療醫生他除了 剛才說 他對年輕的 就算同事 護士 或者是年輕醫生的一些 提示 我也知道司療醫生 他也對社會的工作 都很有幫忙的 尤其是 尤其是 因為我 我也很年輕 我很年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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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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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在IT 都比較熟悉 尤其是在Facebook 我都看到司療醫生 都很 在網上做很多事情 其中有些相片 我看到 就是 司療醫生 真的特別 對於馬來蟲的 義工的特別 是多的 我又想 聽一下 你為何特別 喜歡支持 馬來蟲 那類型的 活動 或者想聽聽 你做義工的心態 我現在才知道 不是說你經常做義工的 真的 好 好 其實是醫我自己 是 做義工也很好 是 又是說兩句 就是 醫我自己的心靈 以及醫我自己的身體 我們背了做馬來蟲軍醫 就是馬來蟲駐場醫生 是 你也有個樣子 才能讓別人看 所以我自己都去 迷行者 自己租去馬來蟲 自己租去34K 跑的 那個 就是這樣 當席的時間 就是用我們的醫療專業 是 中暑 心臟病 中風 損傷 我們出入我們的專業 這個就是身體的改變 做義工呢 其實是 療養著我的心 因為 我們平時上班 很大壓力 尤其是專科醫生 尤其是 中港醫療尤其是 醫學美容尤其是 我們 禮拜天的義工 主要是 就是 讓我有個時間 更加了解自己 更加了解現在的社會 發生什麼 以及社會有什麼需要 其實我也有個夢 想出這個 香港醫療的專業 好像出口 出口去我們中國大陸 改變大家同胞的想法 需要多少資源 多少人呢 一隊人 主要呢 以資訊 科技 你 改變一些政策 改變一些 內地的醫生 讓他找到 知道醫療水準 去到這麼高 才為止 做到的 第二 就是 醫療 絕對需要專家 當然了 醫療的專家 我和Johnny都做不到 沒有可能 對 醫生才可以做到 大師徒醫生 只是專家中 一塊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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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目標就是 在義工裏面 找止痛道合的 醫療專業 和剛才的 跨界別資源證合 跨界別資源證合 簡單來說 就是 原來要改變 一個中國的醫療體制 一個醫生 功長難命 一個醫生 最多就是 醫治家醫院的 四十多個病人 如果你有一個 一個香港的 跨部多專業的團隊 這個不行了 裡面有醫生 有律師 有IT佬 有 engine佬 你在內地 做一些大的 醫療改革 是幫到手的 而 內地 來近五年十年 絕對需要 醫療 旅遊 或者醫療 改革的人才 最近 最明白這個文化 其實就是香港 我主要在 義工裏面 就是CEO 我自己跑步 減肥 增加心肺功能 開心心 之餘 精神的寄託 就是希望其他的義工 都幫到手 香港每天都有 運動的event 要醫生 很開 但其實內地 都需要 我們很多的醫生 先從運動醫學入手 又有運動醫學 有名證 第一次聽運動醫學 就是師頭醫生才錯誤 有很多東西 真的 運動醫學又如何 都有 內陸 跟我們香港無方 我們香港搞馬拉松 但是那個水準 還未夠 我們香港都搞了十幾年 這十幾年的經驗 說真的來說 頂得上波士頓 頂得上倫敦的醫道水準 很多人都來香港來參觀我們的醫療的決策 以及醫療的計劃 嗯 那內地 只是 那個運動醫療的改革 已經可以 用我們香港的水準 跟他們教育 醫見 顧問 改善很多 嗯 而內地也有最常見的問題 體病難 是啊 唉 體病不夠快 拿個醜 還要拜託 幾個醫託 托來托去都找不到 是啊 還要靠關係才看醫生 對 人多 醫生少 但是看完之後 就看病假 嗯 最近就是 有一位 廣州醫生 心臟病 砌了整五個支架 這個是全世界最多最多的支架 根本 看回他的血管 是要放 不用放五個 很誇張 對不對 是啊 因為內地是以計多少單手術 就收多少個紅寬包 哦 難怪的越多越好 對 因為他要檢討政府 嗯 所以 香港除了是水準高 香港的醫德水準也都高 這兩樣東西如果可以影響到內地 是幫到很多人的 嗯 嗯 我也說了 一個司徒醫生 司徒警號醫生 真是一顆薯仔來的 希望在義工裏面 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對 做多些更加容易 對 對 做多些白日夢 對 而將白日夢 變成一個行動 很快 學者會成身 很厲害 因為除了他做社會義工 尤其是馬蟲方面 我知道司徒醫生 都在不同的一些媒體上 都有 給一些意見 尤其是在香港的一些傳媒 也都在 國內的一些大學 都分享一下 其中一樣 我都看過你一段文章 我都在講 和馬蟲的醫療結合 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因為我相信很多觀眾 都想知道 咦 究竟未來的醫療改革 或者在馬蟲的概念 你可不可以再再 elaborate 這樣就要見公了 不過不是見我 我是見馬蟲 原來接下來的十年 IT的方向 是搞健康 或者醫療健康的 馬蟲都已經開始了投資了 那些送包裹 買購物 越來越成熟 那些借錢 存錢 也都越來越成熟 但是馬蟲和我都同一個夢 要跨界別 將專精的人放在一起 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搞好醫療 搞好醫療 原來多些醫生是不行的 多幾隻藥 或者多幾個手術熱器都不行的 我們需要一個醫療系統 常見的 我們還未知道模特兒是怎樣的 不過常見應該是一個簡單的 雲上醫療的病人資料庫 裡面有很多大數據 都可以推動到病人 以個人來看 你會多了一個雲上的面書 不過裡面不是寄你去哪裏吃飯 或者記住你 認識多少朋友 記住你都是一些醫療數據 而每次看醫生 在醫療數據裡面 醫生都可以幫到你的 你去哪裏看醫生 你的資料 對什麼敏感做什麼手術 全部一清而楚 第二 就是要存一些基因的大數據 例如說大陸 我們13億人 如果拿完這13億的數據 我們可以說是全球人類最大的數據 血壓 究竟怎樣去醫 用這隻藥 究竟這隻藥 對於現在的一個39歲的男性 是怎樣才是最好的呢 只要我們拿到醫療數據 我們就可以做了一樣 就是一個 叫做病人為本 好像一個裁縫 就是裁這隻藥給你的 但現在的問題就是 男人就可以這隻 女人就可以這隻 老人家就可以這隻 小孩就可以這隻 比較籠統一點 但如果我們的醫療系統 和那個雲上的醫療運算 搞得好 可以將剛才那個老問題 看病變得快了 是 看病變得好了 是 亦都看病 震了很多 那這些資訊的分享 資訊的 科技的改變 就是大家 接下來五年見功 就要見一些這樣的位置 那剛才你說的一樣很好 尤其是我自己也對IT很有 又有提發 分享了很多不同的未來的趨向 那你因為我們今天的台 有很多不同的年輕人 或者在街邊的朋友 如果他們真的有興趣 就是 投身 這方面 有什麼提示給我們 繼續做好你的本分就可以了 接下來五年自然會有很多新的IT公司 打正期 我是搞一個醫療資訊的 自然會有這些公司出現的 如果你再有創業精神的 你找個山洞自己想一天 接著就出來 就創業一間網上的醫療公司 簡單來說 你可以令到大家更加健康 更加容易看到醫生 更加容易拿到藥物 而看到的醫生藥物都是一些真的東西 那你就是著迫到明天 嗯 買提示啊 我聽到了 何謂小朋友 或青年人 想創業這些 師徒醫生給了一個貼士 給你們 怎樣做一個創業者 有什麼不明白呢 你問他 你問他 他就會教你怎樣做 這個美夢就會成真 差不多就完結的節目之前 我還有一條問題 我好奇就問一下師徒醫生 其實剛才你說的那麼多 界別都是一些 比較年輕人 或是小朋友 或是一些成年人 或是載職人士 那你有什麼醫療服務 是給老人家 因為人口浪化 已經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謝謝 那你有什麼新的方向 或是新的理念 是幫助一群老人家 我們將來都會成老的 我先問他 接下來四個人一個 就超過六十五歲了 肯定家家都有一個老人家 是啊 香港現在遇到的問題 就是老人的那個 晚景 我們叫做這個 靈養治療 不是那麼好 因為 不夠醫生 不夠姑娘 全部你都是 去到晚景都是 叫車 當你去政府急診室 然後由你無理 大家照顧規矩 按下你三十分鐘 然後就開張 叫做死亡指 其實呢 在外國已經有了 就是 醫生上門 幫大家 度過一個難關 不用再做這些 敷衍式 醫療 硬捉過病人 已經證明了是一個 靈養的服務 我們 以前是很困難的 但現在流動醫療 又不困難 車很容易去到 剛才說過 心臟疑氣 氧氣 心臟監察疑 以前有這麼大報 你怎麼帶到別人家的家 現在就真的很細報 電話 接著電話 接著電話 我們的訓練越來越多 讓大家的痛楚 呼吸 痰 分泌 全部都可以做得很好的 加上現場 做精神治療 整家都會很開心 解決了這個問題 很多服務 我們做一代醫生是不會提供的 但因為時代越來越改變 所以我也呼籲年輕人 創新 不用空口說白話 你看到現在社會欠什麼服務的空缺 你創造這個紅海 不是藍色的 是一個新的服務 只要你滿足這個服務 那你就可以創意了 是的 所以我特地引導他 施浩義先生說這番話 多謝你提供這麼多資訊 還有講解這麼多給我們聽聽 醫療旅遊 午餐式服務 好多謝你 我會跟我的朋友說 誰想一個午餐版靚靚 就找師傅醫生來 好嗎 Johnny 好 我們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希望師傅醫生還有時間上來 我們有感覺 有感覺 跟我們聊聊天 好嗎 多謝你 好多謝你 多謝Johnny 再上來做我的嘉賓 做我的主持人 謝謝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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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